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是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来源于乌克兰 现在俄军就是抗轰乌克兰 之前我们那一节也说过 俄罗斯现在瞄准的是乌克兰的电网 扎尼斯基也警告大家 现在俄罗斯打算撤断乌克兰的电力和供卵系统 最后就有一个叫做欧盟的安置潮 好听些叫安置潮 其实就是很多民众要出逃乌克兰的大潮 欧盟现在是很担心 他们是加紧了制定计划的 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有人出逃 那些移民危机都令到各个国家一负都是 这次可能又有一波大的移民危机 或者出逃人事危机 当然了应对这个冬天是要不断逃离乌克兰的人数越来越多 其实欧盟越来越担心 俄罗斯破坏乌克兰的电力系统 就令到更加多人要走 扎尼斯基也警告欧盟的领导人 俄罗斯现在做什么呢 就是打算用无人机切断乌克兰的电力 和供电系统 就令到欧盟是收很多乌克兰人 当你收很多乌克兰人的时候 这个国家当然是压力很大 他也说 俄罗斯现在对供电系统的进攻 其实令到很多人 就会搬到 他很老实就说 我们乌克兰很多人就搬到你们国家了 扎尼斯基也说俄罗斯从10月10号开始 就是为期都很久 个几星期的空中攻势 令到40%的电力 是不能保证的 所以基库和其他大城市轮流停电 首都地区都出现供水问题 一名欧盟的官员就说 欧盟委员会现在是紧急制定政策 应对俄罗斯的这些对基库的攻势 包括 欧盟就会看到如果欧盟东部边境 出现一些升级事件 就是越来越多人 逃离乌克兰 当然 很多人是走了去 波兰 这个也是现实 波兰 还有罗马尼亚 还有 非欧盟国家带欧盟候选国的摩尔多瓦 这名官员也说 欧盟现在相当担心 不过他们可以做的就是为 可能出现的出途潮 做好准备 委员会也会采取措施 提高乌克兰 这些出途人士 的服务 根据刚刚的峰会 结束了11个小时 欧盟领导人 同意加强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响应 特别是 冬天的 特别工作 波兰 就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 需求清单 他们就说 和基库方面 共同制定 紧急基础设施 当然 他们就希望 首先 就是 要保护 乌克兰的基建 尤其是发电的基建 华沙方面也说 布鲁塞尔 即欧盟 一定要采购 和提供 设备 清单包括什么呢 就是 段路器 变压器 电纜 柴油发电机 他们首先将这些提供给乌克兰 令到那些人不会大规模地逃来乌克兰 波兰也说 对于他们来说首要任务就是 向乌克兰提供 一些急需的发电 的东西 电纜和柴油发电机 他就说 如果不敢做的话 就会更加多人越过边境 进入欧盟国家 到时 我们的压力相当大 现在已经是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了 因为 俄军的攻势 也未见到有减退 所以这个肖若元真的是灯神 他就说 俄军退缩了 不敢了 撑他呀 其实 扎尼斯基会说多L姐 不要再说了 乌克兰的要求 就是 要欧盟成员国协调 这些 叫做供电设备的 捐赠 而且欧盟委员会 希望是鼓励私人企业 都要提供更加多的 电力设备 但是扎尼斯基就说 欧盟需要 是为快速 重建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额外的资金 他对欧盟的领导人就表示 成员国应该团结 一致支持乌克兰快速 恢复计划 但是战事都未完 你不要经常说重建 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你经常都 你的官员就说明年夏天会搞定 你这些营业员 迟了三四天才说 他很棒 把那些东西全部混在一堆 讲一次节目 不过有惯性收市 就不同了 我们就要为快 要快速地送上 信息 说回 我们看到 扎连司机 他就说 我们要快速地 重建 被俄军破坏的基建才行 但是如果他又动手呢 没得快速的 连重建都很难 因为他都没停 对呀 如果你转转一下他突然轰过来呢 对呀 不切实际 真的不切实际 你这样说 其实波兰 你知道我们都是对波兰并不感冒的 但是你知道其实波兰这次说得对的 你不如给一些 一些叫做 可以快速地修理 或者是一些 小型一些的 柴油发电机更好 更实在 其实扎连司机 亦都说 乌克兰 现在需要囚集一百七十亿勾罗 来执行这个重建基建的计划 但是你基建没做得那么快 对呀 就算他今天 带到一百七十亿你都不行 有谁敢开工 对呀 谁敢开工 他就说 欧盟今年一直 都难以兑现承诺 之前 他们就说 是会 财政上支持乌克兰 九十亿欧元的资金承诺 现在只是兑现了一小部分 欧盟委员会现在就起草一个计划 想着在明年就向基辅提供更多可靠的资金 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就是 2023年全年就为 乌克兰提供80亿欧罗 爱沙尼亚总理 卡拉斯 出席峰会的时候也说 各个国家已经接收了几百万名乌克兰徒来的人士 他们是 最力挺乌克兰那几个国家 即是爱沙尼亚 波罗的海三国 他们也说 其实安置这些人士的压力也很大 是的 他也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帮助乌克兰 建设并且保护他们的基建 你说保护 可能就可以 因为你提供的防污系统就可以 你建设怎么建设 现在他还向你动手 你怎么建设 他也说 北约盟友需要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的 空防能力 或者防空能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实在的 这样才能确保 那些无人机不会再伤害到那些基建 不单止是 波兰 就算 年金富裕的英伦三国家 外尔兰共和国 他们也承认 自己已经是没有办法安置再多的 这个 图里乌克兰的人士 他们也说 可能 有些人都要 在街上住帐 都挺大事 他们 原来这个 外尔兰政府 他们 管理 这些人士的部长 就叫 奥哥文 奥哥文先生他就承认 由于 都柏林 就是他们首都 City Rex的酒店接待 他们也挺厉害的找酒店接待这些人 但是 都已经满人了 外尔兰是没办法再为 任何extra 再多的 乌克兰逃离人士 提供 住宿的 不排除这些人 可能要 在街边 住这个帐幕 原来 今年5月的时候 外尔兰政府 就和都柏林的City Rex 酒店 签了两年的合同 并且将这家酒店改 作为 接受 乌克兰逃离人士的 一个 叫做中心 但是 刚刚外尔兰政府 也都宣布 这家酒店 已经是满人 没办法再接待新来的人 在入住人数减少之前 会暂停 接收人 这位奥哥文先生 也对外尔兰港博公司说 由于几个星期来 尤其是俄军展开公势之后 越来越多人 就去到外尔兰 尋求 这个帮助 当然是来自乌克兰的逃离人士 他就说 对不起 我们真是没办法为每个人提供住宿 你的酒店 你差极有个谱 所以 因为外尔兰当然是富国 奥哥文也说 他们优先考虑在弱势社群 当然 虎女和儿童是优先安置 对于那些没办法 安置到入City West酒店的人士 只可以 找其他的方法 就和其他的非政府 组织合作才行 亦有人问到他们会不会没有地方住 都不排除要住在街边 都极惨 他亦说 所以为什么要说得很明确 就是和大家说我们真是没能力再接受 还有 他们 是联系了外尔兰 这个外尔兰 应该这么说 是乌克兰驻外尔兰大使馆 亦跟他们说外尔兰共和国 现在 安置这些人士能力真是有限 尤其是下星期 因为 因为这个星期 普京的攻势很强 无人机攻势很强 那些人下星期就会到 对吧 他亦说 我们不是没有住的地方 但是 都是需要时间安排的 他就说 他就叫 乌克兰驻外尔兰大使 他就跟 那些逃离人士说 你们去 住欧盟其他国家 但其他欧盟国家都说 没有地方 是不是 他们 原来这间酒店 都是 一酒店 始终容量有限 接待了881人 原来 从24号起 都柏林机场 亦是有些可以过夜的设施 不过好像帐篷 一个格 这样 都没办法 住住 要是投入使用 外尔兰政府亦发现 过去几个月 很多人 特别是 一些乌克兰 的逃离人士 他们很喜欢坐深夜机 到达都柏林 到达都柏林 就是这个外尔兰的首都 所以 外尔兰政府决定先安排这些人 在机场过夜 之后 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安排给他们住 当然 现在真的相当紧张 就算机场这些 叫做过夜的设施 也是 很紧张 很紧张 你知不知道 其实他们 本来 申请 人数只有3000人 现在是15000人 剩下五倍 但是你知道 目前 是有超过58000名人士 即是 是来自乌克兰 被安置在外尔兰 所以 有时间 有时间去安排 有时间去安排 很难的 也希望 战争快点完 我们 真是很希望战争快点完 这些人很惨 其实我们自身也受到 一个很大的 伤害 经济上其他人都有 当然看到 这么多人流离失所的心都很痛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来自日本 我们看到 日本 现在 他 亦是大谈 中国大陆是会 武统 其实什么呢 为了什么呢 就为了 因为你有个稻草人 在这个 背景之下 日本政府原来 就想推动提升 军费的开支 因为你知道 其实日本国内 不想花些 多余钱 你要记住 我都说我跌了眼镜 我猜不到 安倍晋三的角账 是这么多人反对 是多数人反对 那条数很大 但是 其实又是一个偏差 我们以前看到消息 就觉得大家都很尊重安倍晋三 那些黄梅六梅说得很厉害 原来 尊重归尊重 日本人也挺现实的 我们看到 叫黄梅六梅出钱 给其国壮 应该不会 不会啦 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 就跟这个媒体说 美国副国务卿 谢晚 下个星期就会去东京 和日本和南韩 同级别的高官 举行回伍 到时他们除了说 朝鲜半岛问题之外 就是说台海 因为日本是比较近台湾地区 谢晚 在东京安排的时间 是24 到27号 除了三边会谈 也有双边回伍 当然一系列就是说 澳湾战争也有说的 谢晚和 日本说的就是国防改革 以及 东京现在是制定新的 国家安全战略事宜 在朝鲜和台海局势那么紧张的时候 其实 现在 日本自卫队和 美国士兵 就决定 在 11月10号 到19号 进行 36,000人参加的 两年一度的 军事演习 当然 19年的时候 日本 就出台了 国防白皮书 日本就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的对手 认为 北京 是会 对 地区造成威胁的 其实有专家就认为 自从俄乌战争之后 这种 这样的想法 是在日本 舆论 越来越 是升温的 亦都削弱了日本国内 原本反对重新 推动军事化的 这个港泛共识 但是 也不一定 我觉得有些是你们媒体吹出来的 可能到时大家都是反军事化 那当然了 现在整个这样的稻草人出来 其实 都是为了增加这个军事开支 那 当然了 日本 他们增加军事开支 其实都有第二个 叫做好处 这个GDP的数号好看很多 这个GDP的数号好看很多 那么 现在他就找了这个中国做稻草人 那对于日本来说 记得这个 已经是 挂了的安佩晋三曾经说过 台湾有事 等于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等于美国有事 那说过了 那究竟有事 之后会怎样做呢 你又没有说的 那你永远都说不了 因为离开了人世 那当然了 日本他吹到那么大 那 因为他也有些是军功的 那都可能是 某个程度上 都是变相增加这个GDP的 那 日本还有说一单消息 大马sir提供的 就是 啊 啊 真子公主的库马得了 耶 小失归先生 终于考取了这个资格 的考试是成功了 那当然了 这个 亲王 和 他妻子的长女 真子公主现在应该是 小失真子 他的夫妻 小失归 已经是顺利通过美国纽约 律师资格考试了 那 经小失归 过去在日本工作的律师事务所 的一个好朋友 并且支持他 去留学的 这位阿哥 就叫做 野澳 先生 他就说 小失归 已经是向他 这位 叫做 舊同事 报了起了 也都说 小失归就说 我通过了 可以 做律师了 真的很感激 我的老师 就是刚才那位 野澳 善燕先生 是他的老师 在日本的老师 也都说 以后以律师身份继续深组 好 真是很开心 那我们看回 其实他是考第三次 终于可以了 之前 亦都令到 这个 皇帝孙 他不是皇帝女 因为他老爸 曾子公主老爸 是亲亡的 就不是天王 亦都令到他 曾子公主 要找份正职去做 因为 担心小失先生 是 找不到 结果 现在 都算是 一天降了 首得 云开见月明 都是好的 哈哈哈 这个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来自 匈牙利的廉航公司 韦智航空 他们 现在有价这么贵之下 居然 厉害 打算开拓新航线 就开拓英国到中东的航线 这间 欧洲短途的航空公司 红心勃勃 更加将 他们的眼光投向以色列和沙地亚 这间是来自匈牙利的 咦 为什么他这么大胆呢 有些人就说 匈牙利是得到俄罗斯廉价的能源 这也不奇怪 匈牙利这间廉航 卫之航空 现在正在制定从英国飞到 中东 和亚洲的航空计划 这个也是这间公司 野心勃勃 打算 进行长途航空扩张的一部分 其实他们 虽然是匈牙利 公司 但是他们在伦敦上市 他们 本来就是专注于 欧洲境内的短途市场 现在就规划 从英国出发前往阿联游 以色列 和沙地亚8 他们的英国的总经理叫 Jeffery Jeffery就说 我们航空公司 都挺厉害 从这个 空中巴士Airbox 买了 47架 飞机 其中一些是用在长途的 航线 他也说 英国 作为这个 起点 之后世界各地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而且现在 也是 磅这么低 有些人可能 在那里 搭到英国之后再转到其他地方 如果用英镑来计算 便便宜 对不对 这家公司其实成立了不久 2004年成立 2015年在伦敦上市 其实 大家都知道 瑞安航空 也很出名 这个联航 在欧洲来说 其实他是瑞安航空的主要竞争对手 公司经历了艰难的一年 由于在疫情期间放弃了 燃油对冲交易 他们受到 航空 燃油价格 上升的影响很严重 这个公司 2021年 也创了 新高 创了新高 其他的燃料有些不同 说明 他自己有自己 匈牙利如果提供的话都挺好 因为匈牙利的原油 就来自俄罗斯 比较便宜一些 所以会不会这家航空公司 入俄罗斯油呢 就没人知道 暂时没人知道 会不会被制裁呢 也没人知道 因为 你不知道他入什么油 不如这么说 在此时此刻 还有这样的 雄心壮志 都要给他一个赞 如果是我就不敢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